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星期四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名单130周年,这一次中共大力吹捧毛泽东 习近平带领着他的六个家丁,就是六常委去参拜毛泽东 这次跟以往的论调不同,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神 甚至在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替毛泽东翻案,替文革翻案的大字报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特别的镜头,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包括文革余孽毛远欣出现了,毛远欣今年82岁 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 当年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干掉了,毛远欣就被毛泽东收养 当时毛泽民在新疆说是做行长,实际上就是帮老毛筹钱 当时毛远欣加入了四人帮,成为了四人帮的一个重心巩位 因为当时老毛是想要他接班,但是由于实际未成熟 就想到了华国锋,打算好像偷姑一样 暂时由华国锋过渡,之后实际上就由江青掌权,当党主席 最终才把毛远欣捧上来,后面的是大家都知道了 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把四人帮逮捕 当然把毛远欣也抓了 结果把他们所有人抓了之后,文革派就彻底完蛋了 由于权力的问题,所以华国锋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于是就有了两个凡事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结果后来,两个凡事也完蛋了 被邓小平都倒了 毛远欣被抓判刑 后来被释放之后一直都很低调 从来没有试过高调亮相 这一次可以说是文革之后,毛远欣第一次公开亮相 习近平找毛远欣出来 究竟有什么目的? 当然是要帮毛泽东重新造神 毛泽东重新造神 就有大量的人涌到韶山去庆祝他的名单 现在整个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文革有卷土重来之事 现在我们正在评估 究竟习近平会先发动文革 还是会先攻打台湾 为什么? 因为现在面对一个经济崩溃的中国 他有什么招可以转移视线 打台湾肯定可以转移视线 但是面对现在的国力 他打不起 当然 打不起他也有可能会照样打 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常理去分析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但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也会有清醒时候 上次在德国慕尼黑的时候 我在中央车站看到有一个疯子拼命把玻璃酒瓶扔到铁轨上 当时他手上还有几个瓶子 但是他突然不敢再扔了 原因就是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警察在巡逻 他马上就老实了 所以疯子也非常理性 当他面对危险的时候 他知道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习近平也有着疯子的理性 他是疯子 但是他也会有着盘算 当他知道打不过台湾 又或者是打台湾 后果会很严重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选择发动二次文革 现在从部署来看 他有两手准备 当然他是想打台湾 又想发动文革 但是他手会先做哪一件事 还是他在权衡利害之后 觉得台湾可以暂时忍着不打 因为发动文革对他有什么好处 就是现在因为国内经济崩溃 第一是可以输倒民怨 第二是可以利用这些民怨 来打倒他的政敌 或者是打倒他想打倒的人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因为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因为他是在五十年代出生 是在中共的谎言堆之中 成长起来的一代 认为日本是坏人 美国是坏人 英国也是坏人 俄罗斯和苏联也是好人 所以我们要跟俄罗斯做朋友 即便他占领了我们很多领土 也不要紧 他是真心对待俄罗斯 而且是真心反美 他认为美国是坏人 没有帮过他 抗日战争时期的不算 清华大学也不算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说一下 但是不算 我们不会真心对待他 他是坏人 我们要消灭他 至于对国内 消灭资本家是习近平一直以来的初心 那如何可以消灭资本家 当然就是发动了一场文革 欢迎 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 VPN中 Surfshark 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口连接 但是其实在文革之前 跳过了一件事 就是公私合影 充公资本家的财产 最终把所有的民营企业 全部变成国企 如果不做这个动作 就很难会直接出现文革 然后打倒资本主义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要从多方面去看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 不会只是想一件事 他很多心 任何事情都想做 所以那些中央财经小组 中央农业小组等等 所有小组他都成立了 每一个小组都是由他来当组长 每一件事他都要管 这就应验了赫鲁晓夫的一句话 当年赫鲁晓夫说过 斯大林本身是一个格鲁吉亚农民 但是当他当了总书记之后 他就什么都懂 是各行各业的专家 每一件事都要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 跟现在的习近平一模一样 养猪也可以用习近平思想来养 我刚刚看到了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气象局 在报告天气之前 还要说一句 坚持以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 然后才开始天气预报 跟文革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 在文革的时候 任何人都看到别人都会先说上一句 毛主席万岁 阶级斗争为刚 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 然后才开始问候对方 你吃了没 然后对方就会说 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我还没吃 现在正打算要做 所以现在连气象局在做日报 之前都要先讲习近平思想 要以习近平的思想去指导天气 直到今天下不下雨 以后养猪 包括去劫渣 包括上手术台去割癌细胞 全部都要用习近平思想 大家说这是不是很疯狂 但是千万别以为不会发生 在不远的未来 文革肯定会在中国大地再次上演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当中跳过了一个程序 就是充公资本家的财产 上个星期他们发了一个通知 就使得腾讯的股票下跌了四十多块 最多跌了五十块 这两天反弹了 但是还没有回升到之前的价位 所以他随时可以一招把你捶报 下一次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形式来把你捶报 会用什么形式去充公资本家的财产 直接派党委进去吗 其实老早就已经有党委了 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把那些资本变成国有 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中共会比以前更狠 比以前更贪 他们不会明抢你的东西 而是要你们自己奉献 我认为下一次会出现一股热潮 什么叫做共同富裕 就是现身潮 那些资本家会主动跑出来说 我认为我有罪 我是万恶的资本家 我要把我的公司送给党 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希望党效呢 之后全国就会掀起一场把自己的财产 把自己的公司送给党的大运动 可能会称为全民捐献运动 或者是全民奉献运动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做出贡献 然后共产党会送你一面锦旗 叫做杰出贡献奖 一面锦旗就可以换取马化腾一千亿身家 然后那些什么拼多多 抖音等等 全部都一样 那中国以后还有没有首富 有 就是习近平 其他的就没有了 没有第二三四名了 只有习近平一个 其他全部都是党的 正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所有的人都是习近平的人 所有的财产都是习近平的财产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攻台的机会不是没有 据说他们已经摩拳擦掌 不断换人 最近海军的司令员又被免职了 那是不是会升职 有人传他可能会升职 但是也有人说他出两事 这两个可能性都有 他干嘛要不断在海军换人 当然是要为打台湾做准备 因为打台湾要靠海军 不可能靠陆军 不可能乘坐高铁过去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想打台湾 但是在打台湾之前 会不会先处理内部的事情 正所谓让外必先安内 他是不是想先解决了内部的社会矛盾 而如果他先去打台湾 但是随后就爆发民怨 之后全国发生大暴动 那他怎么去镇压 怎样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他率先发动一场文革的机会比较大 大陆的资深媒体人刚愚发了视频 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大字报 他说这是公然违法 但是现在习近平要把文革回朝已经不违法了 因为党在之前曾经做了决议 什么文革 大字报 大明大放之类的全部都不准再提 这是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核的有关建议 取消所有公民运用大明大放 大辩论 大字报的权利 就是说挂大字报是有罪的 但是现在在北京的街头出现了大字报 有一段短片 上面有一个女人在书旁白 说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 文革注定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不主动接受就要被动接受 你不接受也不行 下面还有一个标题 叫做邓小平1954年写给毛泽东的赞美 诗称毛泽东为慈父 这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毛主席有多仁慈 又说毛主席向尼克松开出价码 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学习什么 其实当时毛主席说送三千万个女人给尼克松 他对尼克松说 你们那么重视女权 那么重视人权 行 我送三千万个女人给你 反正女人在中国只是吃饭没事做 其实不尽然 可以去做军纪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文革的回潮速度会很快 比我们的想象要更快 这对于香港有什么影响 请容许我另外开一节来详细分析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大陆一开始文革 他们不会告诉你这是文革 而是会巧立凝目 说是来一场大型的改革 或者是改变 又或者是革命 当大陆的这场革命出现的时候 香港人就真的要走了 否则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你这一辈子都没法离开这个地方 甚至你还有没有命离开这个地方都成问题 到时候就不是说卖房子那么简单了 而是你一定要跑路 要离开香港 因为文革一到了香港 就没有人可以走了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帮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